嗨 朋友们好 我是小玲 我现在是在泰国的清卖 昨天我是换了一家清旅 这家清旅的价格是前面那家清旅价格的一半 这个是他们的大厅 还挺大的 他们这个空空空间还挺大的 二楼这里有一个厨房 泰国这里都是简易的厨房 因为你不需要做吃的 你只要用一张微波炉就好了 房间是有点特别的 这个床大概是一米左右 但是外面它有一个空间特别大 可以打开你的行李箱 可以打开你的背包 然后你的个人的物品都可以放在这里 不错吧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晾衣服的架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挺好的 现在的时间呢 已经不早了 十一点了 我在床上又磨蹭了一会儿 解了一下视频 现在要去吃一点早午餐 早餐跟午餐一起吃 这次来清卖 主要是看他们的天灯节 你们看一下 但是你们看这个门票特别的贵 成人三千九泰铢 在我们中国的网上面 预定已经到了一千多块钱 我觉得收费长的门票也太贵了 不就是一起放一个孔明灯吗 至于这么贵吗 这次来清卖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 看他们的天灯节 看很多张孔明灯一起齐放的感觉 刚才我跟清女的前台聊了一下 其实他们也是有免费的产地的 只不过是在好几年前 就在平河附近可以放免费的天灯 但是呢 因为这里嘛 就是离机场太近了 都不让放了 大部分这里的当地人 都改放水灯为主 然后我知道了一个比较远的 放天灯的地方 那明天晚上咱们会一起去看一下 跟你们说 来清卖这两天 我拉肚子 所以这两天都在清绿里面躺着 今天才出来走走 但是拉肚子一点都不耽误我吃 我跟你们说 我昨天晚上还去吃了自助餐 那个自助烤虾 才219猪 哎呀 吃完我的肚子又疼了 那在今天晚上呢 是他的天灯节的开幕式 在塔贝门附近有一个选美比赛 可以去看一下泰国的选美比赛 其实我觉得来清卖 最主要的还是各种美食 各种好吃的 清卖这个地方很奇怪 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 可以说是一个旅游城市了 整个古城 都是游客 老哥非常知道我是来这一家 龙烧牛肉面 这是一个百年老店据说 泰国就是这点好 到哪都有中文 这个价格也不贵 就是小份的基本都是70 大份的90 稍微比其他店要贵那么一丢丢 我觉得我真是做 前两天就是干到清卖的时候 喝了一个椰子水 然后不然间就拉肚子 拉肚子还没好 昨天晚上我就去吃了那个自助餐 它219株没有拍视频 219株 然后是有虾有肉的那种 就是上次来清卖的时候 咱们去过那家店 那家店性价比还挺高的 219株这盒人民币也才四十几块钱 今天就是肠胃没到 我吃一碗简单的面 今天再给你们拍一张 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 后面就将是我的清卖美食之旅 先来一份泰国奶茶 但是泰国喝的一种饮料 你要么就是 如果你喜欢浓郁口感的 你得快快地喝 如果你喜欢清淡口感的 你要等一会 因为他们这个冰加的实在太多了 冰很容易化掉 化掉的话味道就很淡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 那种饮品啊 加了太多的糖 会有点甜 正等牛肉面上来了 我点的是一种混合的 它有乳牛肉 嫩牛肉和牛肉丸 泰国这里啊 很有意思 它总是用很大的一个碗 你们看这么大一个碗 装很少的面 乍一看起来好像没多少东西 这叫牛肉面还可以 因为我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炖的酥辣 牛肉丸稍微有点牛肉的腥味 这弄牛肉跟我们朝上那边有点像 就是快速的炭净了之后炭好的 很多人说我能吃 我又吃这一碗粉 真的能吃吗 每个人都是吃这样的一碗粉 有的人还多点了一份肉 我还没点呢 看一下整个清脉的氛围 这一碗粉 这些鸽子也真是辛苦 鸽子死砸中了 他在帮我清理 虽然咱不支持这种下鸽子的行动 但是Petra的照片视频效果真的是挺好的 就拍了两段 准备再来买一个芒果糯米饭 看它们的芒果挺好的 看它香芒果的手法好鲜熟 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果肉 给我找好的钱 我发现了这个只有十株的水果汤 只有十泰柱 一般都是二十泰柱 我买了四袋 走喽 回清旅慢慢吃去 我现在准备回清旅去剪视频 剪两个小时的视频 然后在网上的时候再出来 看那个青麦小姐选举 朋友们 高借你们 旅行在外 吃东西一定要小心 现在呢 我直接化车为喷射暂时 然后在清旅里面休息了有两个小时 好一点了 然后出门带你们去逛一逛 现在的天灯节的浴演 现在肚子还有点小疼呢 依旧是打一辆小摩托 今天身体不舒服啊 就懒得走路了 打一辆车过去 现在这边你们看到了吗 非常多人呢 我们要开始的开启 这些会不会在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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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 这些会不会在场上 都需要更多牢 到场上 每天都可以在场上 看完 现在来观灯光秀了 这个是在契离龙寺 寺庙里面能票是50泰铢 她是把这个投影投到古建筑上面 我发现了 先来观灯光秀 这个是在四庙里的寺庙里面 能票是50泰铢 它是把这个投影投到古建筑上面 沒事 休息 除了 不焉 s Beispiel diam diam 他们现在很多人在这边点灯呢 把这个灯放在寺庙里面 来到这里也看到一些点灯活动 上面还有生肖 就是在自己生肖下面点灯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来711买个粥 身体爆样只能喝粥了 这个吧 虾粥 一个粥加三个鸡翅 八十三太猪 现在呢我回来了 今天的第二顿饭 已经是十点了 因为今天真的是拉肚子 没啥位置 给你们瞅瞅 好多只虾 今天呢是他们天灯节的第一天 也是开幕式 所以呢你们街上会特别热闹一点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明天将会去天灯节的收费场 不是我买的票啊 这边要多谢一位粉丝朋友 他今天在清漫 然后因为发烧了 不能去 所以他的票赞给我 非常感谢 让我有幸去目睹一下 非常壮观的一万个人放天灯的场景 据说这个已经三年没有举办过了 然后今年是最壮观的 如果期待的话 请看下一个视频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顺便说 他这个粥真不好吃 这个虾没问题 这个粥汤是汤 米是米 不好吃 没有咱们国内的好吃 宝贝 对 闻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